10月13号傍晚 胡兴儿在微博送上好消息 原来她的儿子已经顺利出生了 画面中她与丈夫拥手比心 将儿子的小手圈在里面十分有爱 胡兴儿简单一句 我们仨向大家报告喜悦心情 而同时胡兴儿的丈夫李承德 也在社交网公布喜讯 发布了一张抱着儿子的图 画面非常温馨 李承德公布儿子英文名叫布伦丹 但为了保护隐私 并没有提及确切的出生日期 只是说几天前 此前胡兴儿就已经说 希望顺产生第一胎 方便身体恢复 然后明年再继续备孕 争取40岁之前为李家申购三胎 李承德指 胡兴儿这次的确是自然生产 儿子重7到8磅 即大约是6到7斤左右 属于正常范围 儿子在胡兴儿的肚子里的时候 小小鸭T的妈妈非常痛 出生时也非常健康 而且哭声嘹亮 李承德也提及胡兴儿的情况良好 不过生完孩子之后就非常的累 接下来胡兴儿将会专心坐月 以及学习用母乳喂养 没有太多的时间看手机 希望朋友们能够谅解 最后李承德呼吁大家 给杏儿送上祝福 并感谢大家的关心